台北市長的選情大事底釘了嗎 綠營再也整合民調出爐 看來柯文哲應該是要出現了 雖然說還沒有明確的數據 但是民進黨透露 姚柯兩個人的民調都贏國民黨的連勝文 據了解啊 這柯文哲呢 居然還說是贏了連勝文有15% 柯文哲出現之後 未來除了面對連勝文這個挑戰者之外呢 還要面對今天宣布參選的民進黨大佬 沈富雄 台北市長選情大事底地 民進黨民調出爐 雖然沒有公布數字 但柯文哲支持度贏過姚文志 柯文哲確定出現 對決國民黨連勝文 大聯盟的整合本來就是一個艱辛的過程 然後所以就一開始我會講 這不是什麼從此王子跟公子 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還是要朝向最後目標 還是要蠻長的一段路 我跟柯醫師 在這個民調的結果裡面 我們都贏過了連勝文 民進黨的民調我們聽聽就好 我們不用太過認真 沒在怕 連整老神在在 柯比太太陳佩琪也發臉書 只說台北市即將發生改變 但戲劇性的轉折是 民進黨大佬沈富雄也決定參選台北市長 你現在是靠一月份的高民調 來瑕疵來霸凌民進黨 他憑什麼是在聯盟整合的種子隊呢 矛頭指向柯文哲 沈富雄丟了一顆變化球 看來藍綠對決已經不是一對一PK 連柯陣營都要小心接招 記者最後報導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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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